看我干嘛呀 你今天有心事吗 没有啊 作为我尹司宸的太太 什么时候有资格私下里见别的男人 私下里 尹司宸 你跟踪我 我才懒得跟踪你 只是碰巧碰见了而已 那 你有没有听见我们聊什么呀 我那么闲吗 不过你们说了什么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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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没有 不过 你这么气势汹汹地找我是质问这件事 你吃醋了 我吃醋了 顾熙熙我只是想提醒你 你不仅要在外扮演好我尹司宸太太这个角色 在内 你也要相信接受这个事实 不然我觉得你恐怕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连我的脑子你都要管 我才懒得管你的猪脑子 我只是想提醒你 违约金 你 你怎么用几钱呢尹司宸 你真是个没有同理心的混蛋 我从来不要求任何人对我有同理心 同样的 我也不会对任何人有这样的东西 今晚我去书房 你好好反省一下 我 你个混蛋 尹司宸 你就是个没有同理心的混蛋 我 妈妈 我的玩具呢 我让张姐给你丢掉了 可是我很喜欢他们 不行 我得让张姐给我找回来 原来这些东西 是张姐给你找回来的 好吧 那我明天就辞掉他 可是他不是故意的 司宸 你要给我记住 喜欢只是一种无用的情绪 它只会影响你的判断 影响你的前程 从今天开始 你只需要做到最好就行了 为什么 因为你是尹司宸 你现在的目标就是要赢得所有 你只要做好自己就行 那些同情 你喜欢的东西 就让他跑掉了 这是新的发行本 发售日期一定在了十七号 快看漫画那边 还是想让你来做签售 不够我扎冠令回去 聂熙大神的担心本马上就要发售 也不知道他这次会不会开签售会 我真的好想好想见聂熙大神一面 你告诉他们 我会参加这次签售 好 对了 帮我准备一个面具 知道了 奶奶早 思辰 你说你 才结婚几天啊 你又跑去书房睡了 你怎么不考虑考虑人家希希呢 这个孩子真是 吃什么 我把书录下来了 到时候睡不着可以听 我已经原谅你昨天 奶奶吃饱了 饱了拜拜 奶奶我也先走了 这 老太太 他们小两口是不是闹别扭了 我看尹先生昨天在书房里睡了一夜 姑妈 你今天去找个锁将回来 家里的门没有锁坏的呀 不是开锁 是上锁 今天上午八点 你跟公司的董事会 有一场慈善篮球赛 要在那里讨论 下一季的公司营销走向 中午的十二点 你跟金森的张金兰有一个午餐会 晚上的七点 你要去 冉希薇小姐的新公司 我让你查的事呢 赵泽刚的资料 她最近经济状态好像不太好 欠了不少钱 看来她还会有别的动作 你说顾熙熙会不会太蠢 再被赵泽刚偏 顾小姐就是蠢 也没有你想的那么蠢 我已经安排好了 每天都有人二十四小时保护顾小姐 盯着赵泽刚 你不用担心啊 谁担心她了 我就是怕她智商忽高忽低的 给我惹麻烦 哦 还工不工作了 真相 库存还有一千多件 销量也挺好的呢 这次芯片 希薇 今晚想约你见个面 赵泽刚 这个死渣男她有脸约你 她要干嘛 现在约我 额钱的呗 走 哎呀 干嘛呀 报警去 我要把这个渣男诈骗翻 送进监狱 气死我了 我们现在报警 我们有证据吗 那怎么办 我觉得 得去见她一面 不然这事就没完没了了 我得把这事解决了吧 嗯 小雅 嗯 以防万一的话 到时候我去见她 你就把车开到 离那个地方 一公里的地方 你停下 然后又有什么危险 你就赶紧过来救我 希薇 思辰 你来了 乔仙大吉 谢了 正好这这儿呢 宾客都已经走完了 公司也没人 我带你去转转 好 为什么约在这儿 这里人少 你也不想在北拍了 说吧 什么条件 两百万 不过分吧 只要你给我两百万 我就不会把你的照片发出去 你可以继续做你的影夫人 也不会给影思辰惹来麻烦 既然和你一起看世界的愿望实现不了 那我就努力追上你的脚步吧 那你要更加努力了 那我就努力追上你好了 这幅画你还留着 当然会留着了 这幅画可是你送给我的第一个礼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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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